中央电视台军事报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张叶隋就中国国防费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建言献策惠宏图宁心俱力谋强军 出席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为大会做准备 两会零距离关注热点话题回应官兵期盼 光复之光爱心团队传承弘扬雷锋精神 春天的故事今天播出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积极备战空间战飞行任务 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 建言献策惠宏图宁心俱力谋发展 出席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军队特邀委员 今天分组审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2018年是全面贯彻19大精神开局之年 也是13届全国政协工作起步之年 一年来人民政协聚焦中心任务 紧扣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政协工作报告从7个方面对人民政协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 并从6个方面对人民政协2019年工作进行了部署 我深感这个报告 政治站位高 工作落点时 文风清爽 内涵丰富 讲成绩解明额要 摆问题一步到位 一是充分体现 党中央对政协工作的游离领导 其中书记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 军决贯彻和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 使动围绕团结和领主两大主题 建行建言这个执政和凝聚共识的双向用地的这种新模式 过去一年是人民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的一年 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面貌新气象 突出了协商民主的新征程新担当 委员们在讨论中认为 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改进工作 旗帜增效才能谱写人民政协事业新篇章 开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可以说新一届政协工作创新亮点 分成 无尊是在建章立志上 在调查研究上 在聚焦中心上 在自身建制上 还有网络疫症 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举措 确实也是从增进团结相互互通 以及建言执政和邻居共识 双方发力这方面 还是采用了不同的手段 从去年的不同的组织专题的协商会 到松州的协商座谈会 组织很多的 包括网上的讨论会 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就开通了 昨天我在上面看 看了一个老消息 大概去年八九月份的一个 有一个委员 在议政信箱里面推荐 说有一个文章 很值得看 汪洋主席回复 看了 哎呦 委员赶紧说主席早上好 你看 这些主席和普通委员 通过旅游平台就进行了交流 同时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 能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 思考 能够在这个网上呢 也去提供给大家 这个有些时候呢 这个如果发表意见 比较尖锐呀 或者是比较敏锐呀 或者比较好的话呢 还获得点赞 是吧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新时代 人民政协具有新方备 新使命 委员们表示 面对各类风险挑战的 严峻性 复杂性 在新的一年 必须坚决贯彻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在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上 双向八利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做出新贡献 感到 政协工作啊 不是二线 是一线 第二个来讲 政协工作啊 不是兼职 是主折 第三个来讲呢 到政协工作啊 不仅仅是待遇 更是一种责任 第四个来讲呢 这个政协工作啊 不是软指标 而是应任务 是要重视 平时提案的受理 政协全会 闭会期间 由于时间充分 提案者可以进行 广泛深入调研 有利于提出 高质量的意见建议 并能及时得到解决 同时呢 平时提案 还能起到分流作用 减轻两会期间 政协机关 以及各个部门的办事压力 就是说 这个点啊 再集中一些 面不要宽 要聚焦用力 要物求彼称 要注重在提高 协商意义 整体质量和效果上 下功夫 坐立 推动 调研成果 逻辑减小 今天上午 13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 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发言人张叶隋 向中外媒体 介绍了本次大会 有关情况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回答中国国防费 有关提问时 张叶隋表示 中国始终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 保持国防费的 合理适度增长 是维护国家安全 适应中国特色 军事变革的需要 重向地看 从2016年起 中国的国防费 从连续五年 两位数增长 降到了一位数 我想这些比例 你们都是非常清楚 2018年中国的国防费 占国内生产种植的比例 约为1.3% 而同期呢 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 国防费 占国内生产种植的比例 都在2%以上 张叶隋表示 一个国家是否对 其他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关键看这个国家的 外交和国防政策 而不是看这个国家的 国防费增加了多少 中国始终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 实行防御性的 国防政策 中国有限的国防费 完全是为了 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 领土完整 不会对 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明天呢 将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那么出席大会的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呢 已经全部向大会报道 那么今天 这些代表们正在忙些什么 他们又带来了 哪些睿智之言 和发展良策呢 让我们一起去 代表们的驻地看一看 杨初格西是来自 东部战区陆军谋旅的 一名士兵代表 去年两会 他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做了发言 当时我也是作为 发明发言代表之一 然后做了发言 主席免得我说 要不断提高能力素质 然后努力做大师傅 带出好读地 这次上会 杨初格西带来的行囊里 还有一本特殊的日记 这本日记 不仅有一年来 他多次深入部队调研的话题 还有他在训练工作当中 记录的点点滴滴 去年一八年 我们七八个月 基本上都在野外渡过了 尤其是部队转型以后 现在部队像一些海训 集训 然后还有更重大的 一些演训任务 力度应该说 比以往强大了很多 去年我参加了 跨区2018 三届集体化演习 作为一个监造班的班长 压力也是非常大 通过就是我们自己 班里面模拟的对抗 还有人装结合 最终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17层代表驻地 记者看到 来自北部战区陆军的宋善玉代表 正在和几位曾经获得荣誉称号的优秀连长 就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保留基层人才队伍等话题进行交流 在基层工作 现在人才队伍保留不仅仅要完善我们的制度政策 政策制度 而且更多的要发挥好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和优效 思想工作同样也很重要 我感觉这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学生士兵难保留 他因为很多种原因 第一个他是考虑到他的学籍保留 包括他的年龄 包括他地方的退伍过后的一些待遇 在采访中代表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部队的创新发展 讨论最多的是如何破解训练中的难题 这次上会每一位代表都有一份沉甸甸的议案 来自科研一线的崔玉玲代表 是一位连续参加了三届人大会议的老代表 在12年的时间里 他先后多次深入基层部队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调研 先后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调研报告 今年他又特意带来了一份 关于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如何保障的议案 我们军队在执行境外的维和任务等等 在这些方面如果有了这个法的约定以后 和有关国际法进行衔接进行对应的话 这样对我们执行任务就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完成 能够解决很多的疑难问题 使我们的军队在国际上担当起大国的任务走得更远 接下来我的同事周雷为您带来两会零距离 两会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掌上看两会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今天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第二天 明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将隆重召开 代表委员们齐聚一堂商量的就是怎么让中国 我们这个大家庭更昌盛 让13亿家庭成员的日子过得更好 在国家层面上的柴米油盐里 哪些话题是大家最关注的呢 新华网发起了一个2019年两会热点的一个调查 结果显示教育公平 社会保障 收入水平和住房保障 位居热点排行的前四位 而人民网列出了36组数据 直观地展示了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落实情况 比如GDP 我们的目标呢是增长6.5% 实际涨幅呢是6.6% 这一项呢我们落实了 而像这一项 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的移动网络流量资费 目标呢是减少30% 实际上呢是比上年末降低了63% 降低了一倍还要多 对于这些成就呢 中国军网做出了这样一个换算 每三秒钟啊就有一人跨越贫困线 每一分钟就有4000多位旅客乘坐高铁出行 9万多件快递被签收 每24小时呢就有18000多户企业诞生 除了民生话题 每年的两会关于军事的话题不用吵 都热的发烫 你看呢这两天军事报道的朋友圈呢 早早就进入了两会时间 这条呢是一个军迷发的 希望多展示武器装备 好好的秀一下肌肉 这条呢是经济频道的一个同事发的 他想知道今年的国防费是多少 这笔钱呢怎么花 还有一条应该是一位家长朋友 希望呢了解一些征兵的新政策 现在呢记者群里发来了新消息 里面的信息呢很多 我们来看最新的一条 这条呢是记者吴俊连发来的 他现在呢正在第71集团军采访 那么今年两会 基层官兵们关注的又是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上训练场 去听一听他们的期待 大家这么多的愿望和期待 是怎样被送到两会上的呢 朋友圈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能做得到 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 昨天已经成立 那么代表们现在正在忙些什么呢 我们来连线一下 前方的记者秦燃 这里是京西兵馆 也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驻地 那在这个房间里呢 我们的会务人员 正在做着最后的会前准备工作 那么除了提案议案之外呢 其实每年两会上的会封会计 也是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那么今年的两会 有什么样的新特点新变化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么今年呢 我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啊 这个制定了改进汇丰汇计的 24条措施 强调的要从 这个研制当头 细小路手 实处着眼 特别强调要严守 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 突出强调汇丰 文风 突出强调要节俭办会 勤俭办会 关于两会的动态 我们将持续关注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 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公众号 抖音号和微博 和我们一起看两会 聊两会 在雷锋精神的发祥地 辽宁府顺 有一个光复之光爱心团队 十多年来 他们把爱心传递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累计资助贫困学生 困难群众打一千六百多人 团队成员也从最初的几个人 发展到今天的上千人 他的发起人就是一名武警军官 他的名字叫做张光复 像往常一样 光复之光爱心团队的发起人张光复 用午休时间为这次活动做着筹备 此时幸福养老院的老人们 正期盼着他们的到来 儿女董不在家 完了他老来看 我感动于留了一件 哪有这么好的人呢 幸福养老院的老人们 大多是城市低保护和农村特困户 十多年前张光复还是一名战士时 在一次学雷锋活动中 与院长崔英姬结缘 了解到老人们的困难后 只要外出 他总会出现在这里 他就找别人叫爱哥去 老老客 老老客给人整理整理床铺 干上喂饭的 喂饭的时候 咱家脑血酸的颜渠度 喂饭特别不容易 他吃一口饭嘛 他就盼 就冲着你盼 甚至盼你一脸 张光复就把自己脸擦一擦 甚至完了把他们嘴擦一擦 来接着喂饭 我平时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爱好吧 但我出去的话 我就感觉到 这个时间不能浪费了 我要去看望那些帮助的人 我感觉这是最快乐的事 张光复有着一双 善于发现的眼睛 他总是能够看见 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 一次 他去医院看病时 遇见了两位老人 家住辽宁沈阳市 棋盘山开发区中和村 父亲身家福身患癌症 母亲赵书芬 双腿骨骨头坏死 他们的女儿申阳 则一直在外打工 一家人生活很是艰难 直到这个情况后 张光复就想着 应该帮助他们 他到人家了之后 就是弄柴物 手是捂着他的 就是他家里边特别有活 所以说我爸就是对他 我爸跟我妈对他印象 就是特别的好 就是拿自己 拿他也当自己亲儿子了 那么对待了 当时月工资 只有一千多的张光复 尽最大努力 筹集了两万多的医疗费 帮助多年卧病在床的 赵书芬站了起来 为了让两位老人 接受巨额的手术费 张光复任二老当干爹干妈 直到去年二老相继去世 他也一直履行着 作为一名儿子的承诺 分开张光复的帮扶计划本 像身家福一家 这样的帮扶对象还有很多 从孤寡老人 残障人士到贫困大学生 十多年来 他省吃俭用 不断丰厚着爱心账本 直到2013年 他的爱心账本里 才出现了共同资助人的名字 也是从那时起 光复之光爱心团队 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壮大 他们的足迹遍布 全国20多个省市 其中受张光复影响最深的 要属他身边的战友 宁北辰 宁北辰拿出自己的工资 帮助80多名贫困小学生 完成了学业 但这几前他也听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大家觉得就是说 有一定的就是功利心在里面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企图在里面 然后当时我也很 就是很很困惑 然后就是我也是找到牌掌 牌掌说 他说那个既然你是这么去做了 但是你也是用心去做 然后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做你自己就好了 然后说你能收获快乐 这就是你自己所收获的 听了张光复的话 宁北辰逐渐放下心理包袱 也在帮助别人中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还有很多战友 全国各地的战友复原之后 他们把这种实际行动 带回了家乡 带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所以这种开枝善业的 这种学雷锋的这种精神 是传没下去了 而不是中断 张光复十几年的付出 让他收获了很多荣誉和奖章 但在他眼中 有些东西更加值得珍藏 就是这些信件吧 都是那些学生 帮助那些学生给我写的 每一封信件 每一张油单背后 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没有信纸的孩子们 在纸盒上 用歪歪扭扭的字迹 表达着对恩人的感激 是张光复 让他们的生活照进了阳光 而他们纯真无邪的笑脸 也是张光复一直以来 是做比荣誉 还要珍贵的东西 空军部队参与打赢 脱贫攻坚战任务推进会 近日在京举行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空军扎实推进 组织帮件 助学兴教 医疗扶持 生态保护 改善民生 军民融合等六项工程 参与帮扶的九十个贫困村 实现脱贫 在陕西沿川 皇家戈塔村 空军机关打造了 拱棚种植 牲畜养殖两个基地 三年来 建成二百三十一个拱棚 年收益近三百万元 空军给我们盖造了大棚 还给我们做了排水区 上面那个汽水池 我们昨天发生了 反解分析的变化 自军队参与打赢脱贫 攻坚战任务部署以来 无论边疆还是内地 无论高山还是海岛 凡是住有空军部队的贫困地区 都有空军帮扶的对象 元件的项目 据了解 空军定点帮扶 一百一十七个贫困村 截队帮扶 七千七百六十五个贫困户 两万六千九百一十二名贫困群众 精准实施六十四个特色产业项目 参与扶持二百九十八个扶贫项目 在云南省猛自市 七路白苗族自治乡 马黄冲村 空军某部与地方 共同筹资六百多万元 修建了一条连接四个自然村站 总长六公里 宽四点五米的水泥路 当地群众给这条路 取名为蓝天双庸路 修好以后 像生姜 还有旗城 橘子这些 我们老百姓就可以 直接就运出来 来交易 对这四个村子 老百姓的支付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 空军蓝天春累计划 精准住学行动 也在持续推进中 援建了23所老旧学校 资助3719名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 空军还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做好空域 航线 航管调整优化 协调帮助边远贫困地区 开通多条航线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架起了空中金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我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即将拉开序幕 下半年 空间站核心舱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和首飞载荷 将先后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 进行发射场合链 后续将择机进行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任务 按计划 空间站是我国长期载轨 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将于2022年前后建成 全面提升我国载人航天 综合应用效益水平 日前空间站核心舱 和执行发射任务的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正在抓紧研制生产 将于年底前进行发射场合链 和首飞任务准备工作 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 也在按计划抓紧选拔训练 核心舱载荷正在积极开展 出样阶段研制 其他各系统都在按 工程总体计划安排 抓紧各项工作准备 今年6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还将与联合国外公司 联合完成空间科学应用 合作项目临选工作 启动多个项目的实施工作 在开展空间站研制建设任务的同时 工程权限还在抓紧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等 专项预言项目的实施工作 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方案研究论证 以及相关关键技术公关 为载人探索开发地月空间 点定基础 据了解 2016年9月15号发射入轨的 天空二号平台 目前运行稳定 正在组织开展载轨拓展实验和载荷实验 计划今年7月份之后受控离轨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